玉礼正妇女会办理了长青学子快乐购 银法族乐活学习活动 终于来到了成果发表会 长者们特别在活动中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 使得乐活学习天地变得多采多姿 跟着台上楼失律动着 每位长者个个都很有精神 这是玉礼妇女会办理的长青学子快乐购 银法族乐活班 生的学习办理了成果发表会 场面相当热闹 有我们的干部 所以说玉礼正妇女会最强的就是礼监士 不是我杨苏玲 所以说我们礼监士这样 一直在我所知道 已经有破到有300位的礼监士 从40年成立到这样有300多位的礼监士 剩下的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一届25届的 就是因为他们 利用他们的发挥 他们的精力 他们的所长智慧 让我们这个副理会就会延伸下去 报表会现场可以看到 左道两侧的DIY手作的作品 全部都是现场在座长者所做出来的 有手工碑垫 也有手工香皂 画作等相当精彩 借由家里没有用到的布 如何把它编织成美丽的碑垫 或者是抢手的编织 以及才会大自然 如同把一只波牛 它已经换壳的 它的壳借由老师的教导 让它充满了色泽 摆在家里 与漂亮的树 树干 这样结合在一起 经济设计课程以活要老化基本观念 高龄社会趋势 退休准备教育 心理压力与调试 健康老化 养生运动 生涯规划 人际沟通等等 循庆渐进的肢体动作 激励耐力的训练 使得乐活学习 多彩多姿 记者高松上预阵三方报道